1912年结束了清朝的统治 正式成立中化民国政府 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因为发展就是新事务的出现和旧事务的淘汰 只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 因此清朝的灭亡是注定的 那么清朝管理的军队去了哪里呢 清军主要由满族八旗组成 它是清军的主要作战力量 满族人非常擅长打仗 因为他们经常骑马打猎 这也是清军成立之初 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原因 清朝八旗军打败明朝入关时 八旗军收编了地方军队 明朝剩余的军队被并入了绿营 与绿色旗尾标志以营为单位 绿营是清军人数最多的军队 八旗和绿营都直接由军部管理 因此不会有将军直接召唤三军 这也单方面削弱了将军的权力 八旗和绿营以传承他们父亲方式延续下来 因此所有在军队中成为将军的人 都是世世代代参军的大家庭 虽然绿营的士兵多是汉人 但也随着清朝发展而改变 早期八旗是统一全国 消灭地方叛乱的主要战斗力量 为巩固清朝做出了突出贡献 自满清后 统治者为了使皇权得到巩固 安抚命心 就需要得到更多的八旗子弟的支持 然而随着清朝的日益强大 出现了许多繁荣时期 这也让八旗堕落 并为清朝的灭国种下了火根 因为国家安定 人民安宁 绿营也不再参加战争 驻扎在绿营的士兵 懒散训练 逃避兵役和贪污钱财是很常见的 清末 绿营被改造成巡逻营 不再是一支战争军队八旗的情况 与绿营没有太大区别 随着时间的变化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 导致八旗不断战斗力大大减弱 由于清朝重农异商的政策 和闭关锁国的政策 清朝失去了世界领袖的地位 第一次公义革命后 西方列强开始入侵 清军八旗懒散 又没有很强的战争力 因此 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 打开了清政府的大门 清政府显然知道 其战斗力远不能阻止保卫清政府 于是清政府开始升级其武器装备 还要发展军工企业来生产和制造 于是洋务运动开始了 最后建立了江南制造局 安庆军工学院 成立船舶投资 促进菊和汉阳铁厂生产武器 清军也实现了从长枪长矛 到洋炮洋枪 草船到军舰的转变 此时我们都熟悉著名的军队 包括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和李鸿章率领的淮军 都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队 洋务运动改革后 甲午战争导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清政府意识到 仅仅改变装备并不能加强军队 改革军事体制才有前途 在后期增兵数量达到近千万 但这并不能解决当时的迫切需要 因此参与战争的仍然是清军主力的八旗 在清朝末期 当时朝廷的军队将近百万 那么在民国政府成立后 这些军队哪里去呢 在清朝灭亡后 八旗子弟没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 没有特权可想 甚至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 很多人编基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 经调查发现 这些老兵中有一部分是被民国政府招募 成为新兵 而一些有条件的人则选择 非往国外居住 而有的八旗子弟家中上于田 回到了乡下种田 而那些没有机会加入军阀 家中又无田地士兵 只好落草为寇 靠打架结社混日子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 被迫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而有一支清军一直把守着香港的九龙寨 后来清朝覆灭后 这支队伍的士兵也一直保持着曾经的作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直到建国之后 香港回归提上日程才有了改变 清朝在人们的印象中 无论是执政的朝廷还是军队 都是腐败软弱无能的 而在英国占领了九龙新界等地后 九龙寨却不在不平等条约中 这块土地仍然是中国的领土 九龙塞因此成为了英国 港政府和民国都无法管辖的地方 所以才让这支队伍保留了下来 直到1987年 在准备拆除九龙塞时 发现了这支被遗忘了的清军 在将管辖权交接到解放军的手中后 这支队伍就地宣布解散 自此清朝延续近三百年的军队 退出历史的舞台 军人最核心的使命就是保家卫国 是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人 若是没有他们的舍神忘死捍卫国家 就没有如今的和平安定 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与那些生活在战火中的人们相比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是最幸福的 清朝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 共传十地 享国276年 1912年1月1日 中华民国于南京宣布立国 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2月12日 袁世凯迫使宣统帝溥仪 颁布退位诏书 将权力交给袁世凯政府 清朝灭亡 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正式结束 纵观大清始末 1616年 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京 1636年 黄太吉改国号为大清 1644年 大顺攻占明朝国都北京 驻守山海关的名将吴三贵相亲 一片石之战后 摄政王多尔滚率领清军趁势入关 同年顺治地迁都北京 从此 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 政治上推行 守崇满洲 圈地投冲 替发义服 迁海令 文字域等 军事上平定 大顺 大西 南明等政权 20年间逐步转过全国 康庸前三朝走向鼎盛 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 封建专制推向了最高峰 中后期由于政治僵化 文化专制闭关锁国 思想禁锢 科技停滞等因素 逐步落后于西方 鸦片战争后多遭列强入侵 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 也开始了静代化的探索 开启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 清华战争 使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清朝后期彻底沦为 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清朝统治瓦解 1912年2月12日 北洋军阀袁世凯逼清末帝 溥仪逊位 龙玉太后接受优待条件 亲力颁布了退位诏书 清朝从此结束